欢迎收看小高 虽然巴黎奥运会结束了 虽然陈梦最终在巴黎奥运会上击败了孙颖莎 帮助中国国拼拿到了女单的金牌 可是因为女单奥运会资格的问题 围绕在陈梦身上的争议从来都没有散去 陈梦这边为何会有这样的争议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巴黎奥运会前 中国国拼女队修改了选拔办法 那就是输外战要扣除本战比赛冠军相同的积分 而就是这个规定 让本来已经没有希望的陈梦完成了逆转 在WTT沙特大满贯赛 王曼玉因为输给了印度巴特拉的 被扣除了3000分的积分 这也让王曼玉从领先1600分 直接变成了落后1400分 某种程度来说 王曼玉准备了三年 在这三年因了五个单打冠军 仅仅落后于孙颖莎 可是因为输掉了这一场外战 王曼玉丢掉了自己的奥运会女单资格 陈梦因为扣分机制逆转 也因为如此 很多王曼玉的球迷认为 陈梦抢了王曼玉的女单资格 王曼玉的球迷一度跑到总局去闹 甚至他们跑到了美国的时代广场 租下大屏幕爆陈梦的料 他们认为陈梦之所以能够尚未逆袭 是因为马林的偏袒 可是陈梦的奥运会女单资格 真的是马林偏袒的结果吗 近期陈梦接受了乒乓世界专访 陈梦首次回应了自己奥运会单打资格的问题 陈梦表示体育要有竞争 只有竞争出来的人 才能代表国家去征战奥运赛场 我们是在同样规则下 靠自己努力竞争到的名额 光明磊落 我不害怕攻击和平易 是的 面对球迷的质疑和争议 陈梦给出的答案是 名额是我竞争来的 光明磊落 陈梦的答案 相信王曼玉也看懂了 这个事情最重要的就是 同样的规则和竞争 的确 王曼玉是因为扣掉了3000分的那一场外战被逆袭 不过规则是在此前定的 王曼玉也知道输球就会扣分 所以从这一点上面来说 至少规则是平等的 只是在这个规则下 王曼玉意外地输球了 而陈梦在那一战比赛最终击败了孙颖莎 拿到了三年里面的第二个冠军 这也让陈梦彻底锁定了奥运会女单的资格 这或许也是陈梦会说自己的名额是光明磊落竞争来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王曼玉能够看懂 在竞争中更凶狠一些 因为王曼玉已经25岁了 他大概率只剩下一次奥运会女单的机会 我们还是希望王曼玉在接下来的竞争中 能够抓住机会和机遇